放生为一种将被人类捕捉 即将被宰杀的动物 放归大自然的行为 在佛教堂开始时 只有汉族地区有提倡者 而首开佛教仙河的 是隋朝天台中祖师 他在寺庙中修建放生时 从而开始了佛教放生 这个仙河 儒家文化圈 及道教传统中 都有此习俗 放生是属于汉族传统的习俗 并不是佛教传经来才有的 当然放生是一种美德 经常被作为这场生活 于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在非宗教的道德上 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 促进动物复利 当然也是正确的 为避免不当放生的危害 部分人士主张放生利益无量 修复众生 既失散 当然咯如果随意放生动物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可能是违法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8条规定 任何组织和客人将野生动物放生 甚至野外环境 应当选择适合放生 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 而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生产 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随意放生野生动物 造成他的人生财产损害 或者危害生态系统 这样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那种放生的集团 有些是知识不够 尤其是老叔叔 他们将那些 射在淡水生存的鱼类 放去海洋 咸水当中 这个不是放生 这个是伤害 危害他们的生命 所以放生也是要有尝试的 在报章上时看到 很多这些人士 没有知识 不是放生 而是难杀 不是救度 而是危害 放生 也被很多不法击穿 不良分子 视作一种身材的攻击 他们甚至捕捉了毒蛇 有害物种 卖给你们 这些善男性女 你们买了 如果没有知识点 应该放生到森林 野外的 社会环境 而放到 那些人行山的地区 郊区 这会对 过路的行人 造成危害伤害 甚至危害人的生命 所以放生之前要想清楚 你的这种行为 是救度了 这些 要被伤害的物种呢 还是 会不会对成 社会大众 社会人士的 安全 和危害到他们的生命 形上放生 是一种智慧 所以 要提升你的知识 才能放到 对的物种 去对的野外地方 放生也是 慈悲与智慧的展现 你认不认同呢 唯有正确的放生做法 才不会危害到 社会大众 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